近日,不少年轻人找到了一份新的副业 在外卖二手交易平台当赛博判官 赛博是指网络虚拟事件的代称 而赛博判官就是在网上当评审员 消费者给出商品差评后 商家在平台点击申诉并说明相关情况 平台会将相关订单的用户评价 商家回评等内容推送给网友 让网友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支持用户或者商家 亦消费者认为 这种做法对商家、消费者以及整个平台环境 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因为也避免了会有一些人 他去恶意的对商家进行评价 因为商家也是不容易嘛 然后之后也给了就是大家可以公平评价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义的 就是能够塑清这个网络上的这种 有些比如说有些恶意差评的风气 然后也可以就是更好的规范商家的一些行为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再线短案 一消费者表示 当赛博判官 不仅可以为其他消费者伸张正义 也为自己生活增加了调味剂 就是比如说有的顾客 然后他买了个卷 然后他不仔细看 那个卷可能有使用说明 然后他又跟那个商家吵架 说你这个券为什么不能用 然后之后给商家夸击来个差评 然后最后商家就投诉说 说其实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消费 没有花钱 然后他就莫名其妙来个差评 然后底下就会有人判 我觉得整体看下来 大家判的都还算正确吧 情况专家表示 平台引入大众评审机制 纠正了过去平台经济当中 单方面由消费者对商户进行评价的机制 丰富了商家和消费者争议的解决方式 过去这种评判机制是偏向于消费者的 那么赛富办官的出现 可以说是加入了一个中间的一个机制 那么这个对于商家来讲 如果用户提出对商品的不良的这种反应 甚至是恶评的时候 他有一个纠错的一个机制 建立了一个信用评级的一种 大众的一种机制 实际上它还客观上起到了相当大的 这种引流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评价的过程当中 参与者非常的积极 所以对无论是对平台来讲 还是对用户来讲 其实都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做法 同时李长安提醒 赛博判官是作为第三方力量 进入到网络经济的评价过程中的 赛博判官并非专业性质的审判员 对商品和服务质量的审判 可能会带有感情色彩 评价实际上它是需要一定的专业水准的 再加上它本身又是一个第三方 它本身自己又没有亲身参与这场交易 所以在这方面怎么去进行规范 各大平台可能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 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进行摸索 如何让赛博判官的判断更为客观理性 李长安指出赛博判官的选择需要有一定的标准 要让赛博判官群体有准入门槛 要采取大众评审和专业机构评审 相结合的这种做法 如果是一些涉及到一些技术 或者涉及到一些专门知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可能还是要请专门机构来进行 要参与这个鉴定 第二个方面 其实也要防范这些判官们出现这种 出现道德风险的问题 有些人参与商品的评价 把它当作一种娱乐节目 在里面开玩笑 甚至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人 恶意评价的这种情况 这个作为平台来讲的话 还是要进行一定的 还要有一定的淘汰机制 或者筛选机制 使这些客观理性的这些判官能够留下来